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瓶酒呢 其实也不多了 我们之前有做过视频 那今天话不多说 咱边尝边聊 因为我实在是迫不及待的想去 再喝这个21年 很好喝 来吧 我还没试过 请导演帮我们把酒倒上 好了 导演已经帮我们把酒倒好了 今天我们喝的这个21年的Langro 它用了95%的Sherry Cask 又用5%的Bourbon Cask 我们这个版本是2020的一个版本 老的呀 2020的 对 哦 它这么久了才release呀 其实它应该如果新的话 应该有21年的 对 但我们现在在 我们这个版本是2020的 好吧 那我们的26年的Bourbon Cask 它前13年用的是Bourbon Cask 然后就是后面13年之后 用的是French Oak 所以其实会看到有一点点茶色 茶的颜色 对 会看到一点茶色 好吧 一个21 二十六 然后都有一点点PT的味道 尝尝看 是不是有种Spring Bank12年的感觉 真的有 是的呀 你知道我刚开屏的时候 那个味道就是咸鱼市场的咸鱼味 对 这个海鲜 就是但是过了5分钟之后 那个味道真的是就很爽 很好 很好闻 我一闻到我会不由自主的 就流口水的感觉 你知道吗 它这个味道啊 我觉得是没有喝过Spring Bank的人 是没办法接受的味道 但是喝过之后 就是会怀念 很多人就没办法摆脱它这个味道 其实苏格兰还有其他的这种就海感的酒家 做不到 做不到它这个味道 没有到它这种复杂的程度 它这个复杂度真的就 哎呀 包括细纹 甚至还有一些青苹果 这种青色水果的味道也会有 它味道很复杂 就是真的是忍不住 不想咽下去 就一直在嘴里 它入嘴中 因为其实我觉得它的味道会有点 跟那个12年就那开始醉 有点像 但是它完全把那个酒精感给退掉 而且它又给它增加了一些年份的感觉 就那种柔和度 那种融化感 这些香气的 而且它整个味道你真的 没有违和感 完全没有断档 然后衔接的特别好 而且是层出不穷的爆发出来 还特长 对 它就一个 类似于一个海盐 那种蛋糕 又像雪糕一样的 在你嘴巴里面 就一点一点点散开 而且这个味道是一直不断的 你觉得它是 它是泥梅味还是烟熏味 其实烟熏为主 是后面的那个烟熏 这个味道还是烟熏味 好喝 好喝 真的好喝 真好喝 就你不开瓶 你永远都不知道这瓶酒有多好喝 真的无敌 真的太好 这可以说是我们过去三个月喝的最好喝的一个 真的 非常好 来 我们尝尝薄膜25 关键就是你拿它 拿一瓶路易时尚跟它的话 我会选它 我毫不犹豫的 我会选它 我也会选 我也毫不犹豫的选它 这个其实它的味道是以雪梨桶的味道为主的 嗯 就那种双梅呀 对那些就那种蜜茧的味道会很冲 就枣子味挺重的 嗯 这个酒 还有一点点葡萄干 哦 好烟熏 后面都已经接近吃完烧鸭的那种感觉 它的那个烟熏是带着苦干的 木质掉的 嗯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 抽了一口那个雪茄 很像抽了一口雪茄的感觉 一口好的雪茄那种 在你嘴 整个嘴巴里面那种凝造的那个烟的味道 嗯 我会觉得 我更想拿它跟拉乐家维林比 乐家维林的烟熏 它的烟熏更像是 我是觉得它的烟熏是稍微有一点低沉 没像它这么 奔放 对这么霸道的 就整个口腔的人 我觉得可能你像拉夫格 阿贝 乐家维林 宝莫 这四个烟熏 这两个都是木质掉的烟熏 嗯 只不过这个就是更重一些 就是很重击的那种烟熏的感觉 而且他们在前面的处理上 而且他们在前面的处理上 他跟拉夫格会比较接近 他对于这种果香调这些香气的表现上面 他会给你这些香气 像阿贝的话 没有 嗯 我自己我会更喜欢18年 什么呀 18年的这个烟熏比26会更厉害 强啊 嗯 更重 他整个就是波姆的那种 他的个性 他会更直接一点 嗯 所以我两个在一起喝的时候 我会更喜欢18年 对 但是26年 他在前面的这个 就是说 他的酒体的处理上 他会做的更柔一点 更柔一些 没那么 没那么奔放的感觉 对 这也是不错 这款酒挺好的 嗯 他也有一种咸味在里面 有一点点咸 但是我还是喜欢喝浪布21 嗯 就可能 两款都很好 他的特点 都很好 但是这一款是真的是 绝了 绝了 无敌 就是喜欢喝Spring Bank的朋友们 对 一定要是 一定一定 如果你有机会21年 我觉得他的21年真的碾上 市面上的多种25啊 30的那种 目前到现在为止 喝的话 如果是说 在有这种 烟熏泥煤里面的话 他应该是我喝过最好喝的一个酒 我也是 对 是我喝过最好喝的一个酒 同意 就别猜了 这肯定是 导演帮我们把酒摆上来了 导演已经帮我们把酒摆回来了 那第一个 那第一个如我们所猜的就是Langro的21年 它是一个2020年release的46度 就是没有经过冷凝过滤的一款酒来自云顶 那市场售价 均价其实是799加税 那我买的呢就便宜了100块钱 大概就是加安税就是750美金 那这瓶酒是真的是值得喝值得买 这个价位OK 对吧 就是750 你要想想现在12年都炒到什么价格 现在21年的Spring Bank已经2000多美金了 我都不敢喷那个酒 所有的Spring Bank就云顶的 它的系列的产品 那整个的价格真的我觉得都疯了 都已经飘起来了 就已经不是正常人可以理解的一个价钱了 那我们刚才喝的第二款呢 是宝莫的26年的一个特别版 它的度数是48.7度 其实这款酒也挺难买到的 如果然后它的市场售价 大概是600多 所以这两款酒的市场售价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对 就各有各的特色 各有千秋 如果你喜欢那种重烟熏 重烟熏味道 它的烟熏 波姆的烟熏真的也是 也是最 我觉得它是处理的 很好 顶级的 顶级烟熏 就是除了拉夫哥之外 波姆和拉夫哥在这个价位上 其实都是可以入的 但是如果是纯从烟熏的这一块来说的话 我觉得波姆会可能会比拉夫哥 更胜一筹 而且配雪茄绝了 真的 很好 非常非常好 其实它都不用配雪茄 因为我觉得喝它就有点 就有种在抽烟的感觉 有点在抽雪茄的感觉 真的会有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会买这瓶酒吗 能够买得到的话 一定会买的 对 这就真的 你即便你自己不喝 你能买到的情况下 这就我估计到明年可能它又会 会涨了 应该会涨挺多的 但是你知道吗 酒这个东西一定要喝 你把它存起来 给它密封在一个地方 给它收藏 放在架子上 给别人喝 给别人喝 你讲 或者你只讲它的背景 你不去喝 永远都体会不到这个酒 就一个 我觉得一个喜欢酒的人 其实就是说在那个酒入嘴之后 或者说在喝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去感受这个酒 就这个酒液带给我们的 它的变化感也好 它的整个就是口感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感受 其实我本身 我自己我平常我不怎么喝 我也不喝 对 我不怎么喝 我是真的不怎么喝酒的人 但是我会很享受品酒 对 我会很享受这种品酒 就是说我家里我也会有酒 但是呢 我每次我不会说自己的 我还要去喝很多的那种 所以我很享受这种品酒的 所以一定要喝 就是它再贵 你可以找便宜的喝 也要喝 开瓶你才能知道 这个酒 跟就是别人说的 跟你说的 每个人煮光 对 所以包括我们 我们的生活的体验 那其实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所说到的味道 那可能有一些人会不知道 海鲜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那只有说真正去尝过这酒 然后你也去真正的去 在海鲜市里多过一圈 那你可能会知道 哦是这个味道 我们去喝酒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 记得给我留言 关注酒仙脚姐姐 喝酒不采类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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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